韓粉們要加油了 就是說你不能只歌頌 不行動 你要歌頌 更要行動 所以第三點我才提出說 其實我覺得 如果韓粉們現在開始 每天抬了轎字 到高雄市政府前面 上面寫總統大位幾個字 人心是肉做的 我相信韓國瑜再怎麼堅定 再怎麼鐵石心腸 看了以後他會覺得 我真的是時候該出來了 不要拘泥於說 剛選完市長這種小知小覺 尤其領表 韓國瑜有如韓神一般 我們社會竟然國民黨 還用那種領表格 那種孜孜節節去卡韓 我覺得真的太不像話了 民進黨不領表 因為既然有這麼 有韓國瑜這樣不釋出的人才 我越來越相信他們中國這句話 中國有一句話說 五百年必有亡者興 我看到韓國瑜寒流這麼燒 而且不退 我慢慢開始相信這一句話 所以我一再的講 我再重申一次 韓國瑜之於國民黨 有如倚天劍一般 倚天一出誰與爭鋒 國民黨既然有韓國瑜 這樣好的第一把手的倚天劍 你就拔出來 你不要到2020 打輸了再來怪兵器不好 你就拔出來 我也認為說 這個費委員剛剛講得很對 就是國民黨馬上要面對一個問題 到底是誰急著要總統提名嗎 剛剛費委員講得對 他說你這麼敢 五六七月提名出來的這個人 如果不是韓國瑜 其他這麼多的支持者會心服嗎 他們也不可能去服選 這一位被提名的人 與其這樣 我覺得為了減少 我們社會這些紛擾動盪跟討論 乾脆國民黨就四四六六 要嘛直接你就徵召了 提名的韓國瑜 要不然你就延後 還有韓粉們要加油了 我再一次強調 就是要歌頌 更要行動 韓國瑜昨天已經有做了這樣子 有發出這樣的訊息 當然如果還有一種做法 就像我們看過那個蝙蝠俠有沒有 蝙蝠俠平常就回去 他也忙他自己的 當大家有難的時候 就把這個探照燈 這個蝙蝠往天空一打 米超人就出來了 對 米超人 對 如果韓國瑜不方便 把他的頭像放上去 他不妨放神力女超人 一放上去 這個所謂正義聯盟 就會傾朝而出 這也是一個方式 並不是我們喜歡討論 像我 我真的是路見不平 路見不平 因為我對韓國瑜 有另外一層的認識 我認為這麼好的人 他這麼有生命故事 確實韓國瑜的出現 對國民黨來講 對我們民進黨來說 我們覺得也正面 過去國民黨是威權 專制 封建 由上而下的政黨 韓國瑜一來 剛好改變了國民黨的文化 他們改成由下而上 這未嘗不是一件好事 對我們台灣 對整個社會都是正面的 不是 因為你這麼肯定 韓國瑜參選總統這件事情 覺得他來參選非常有正當性 所以一旦他宣布參選的話 有關於他高雄市長任期 沒有辦法做好做滿這件事情 民黨會攻擊他嗎 一定會 不會 至少我就不會攻擊 我認為這對 陳其邁也不會攻擊 陳天命 還有我們的名譽 然後當然就大家 他如果出缺 那該怎麼樣 我們法制上都規定得很清楚 那就怎麼樣再來 不會要求他在選舉期間 先辭掉高雄市長 我覺得辭不辭他 這個必須韓國瑜自己決定 你代職參選 有代職參選 必須受到的批評 我不批評 但別人可能批評 我是認為順應民意最重要 而且我為什麼這麼覺得說 國民黨提名韓國瑜最好 他跟我們 像我這種勝率 他跟我180度 剛好完全對立 我導致認為說 我喜歡這樣子的人 你太挑明了 他敢在選舉前他就說 他說他主張九二共識 一個中國 剛好跟我這種截然對立 我覺得我們大家就論清楚 我們不要讓那些假掰的當道 柯文哲那種柯蝦 或者像朱立倫這種 到底他什麼 這種假假掰掰 連自己主張都講不清楚 這樣想要餘木混租 我覺得我們社會 最討厭就是那樣的人 導致大家統獨立場 對台灣的前途 大家藉由2020總統大選 一次來論個清楚 這才是對的 字幕議員